一出来,新的东西要通过实验 你看看实验效果如何 我自己在修佛这四十多年当中 我也通过实验 实验的结果,新的方法不如老办法 老办法确确实实快速地见到效果 新的办法,我自己实验没效果 看看许多同餐道友运用新的方法 没有显著的成就 最大的成就,了不起做一个佛学家 佛学博士 心不清净 烦恼不断 习气没有减少 那么换句话说 一就是用轮回心造轮回一 他这一生当中如何能脱离六大轮回 一生当中不能脱离六大轮回 我们的修学就没有成就 没有成果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最殊胜的成就 上上的成就 能脱离六大轮回 就算是有成就 生天不是成就 纵然你生到大凡天 生到飞飞翔天 都不是成就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了的